見回我整套的風格 我現在穿的這個 是比較lady的造型 當然我現在這個托款 都是比較斯文 這個是一個比較over-sized的Cutting 是一個大V-cut的Lace 去做一個層次 兩個顏色 我穿的是米色 Cream一點的顏色 另外手拿著這個是黑色 這個是一個直坑紋的通花狀態 是有點透的 不過我自己就 這個狀態我OK 我可以不需要額外打底 但你問透不透呢 是透的 但就看看自己需要不需要打底 我現在的款式 穿了一個比較斯文 穿了一個比較斯文 配了西褲 配了這次很推介的一個 Boot本 可以鎖上看看它的Lace 是一個厚身少少的垃圾 一個厚身少少的垃圾 因為始終都是秋冬款 Lace的質地都會有改動 是一個很大的蝙蝠 是一個V-cut的 去到脖位就套死了 這裡也套死了 中間就做骨位的效果 做摺脖 可以鎖上看看它的質地 這是薄的 很薄的垃圾 或者你以為是厚身少少的線 你以為是垃圾 因為我覺得它的質地是很軟 很軟 還未去到很厚 可以看到它的毛毛狀 現在這個寬鬆的版型 都很適合搭西褲 各類Cutting的西褲 另外黑色我會搭牛仔 應該會搭牛仔給大家看 因為現在這個look 就比較斯文 始終是搭西褲 這個版型我自己覺得 雖然它是垃圾 但是它的Cutting上 的確是比較寬鬆 相當之寬鬆的版型 我覺得搭一些比較鬆容 或者不一定要那麼女士的風格 都是合適的 可以搭一個容懶系 因為可能始終都是這一類的垃圾 或者你當它是針織 因為真的不算很厚 可以做一個鬆容一點的穿搭 也很好看 我現在這個女士一點 另外這邊這個比較鬆容 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 對 相當之寬鬆的版型 是一個垃圾的設計 整幅的Lace 去到膊位也是扯著 這裡是開的 中間骨位之膊位 就是扯著的 做一個少少垃圾的效果 而且你看到Lace 是相當平伏的 這裡就有少少擺動 因為這個位置沒有扯死 但你也會看到 在Cutting上 不會太膨鬆 或者是不會太膨鬆 或者是不會太膨鬆 的狀態 對 版型是這樣的 有少少斜割的狀態 效果 反V割 或者是反V割的三腳位 後面就是這樣 對 因為Cutting比較寬鬆 所以你看到去到三腳位置 你需要少少收回去 但也不僅僅 而且你還看到有斜割的線條 令到那個形態更加漂亮 更加突出 我現在用了一個Lady D的Style 姐妹 Hotel 所以足跌淡 有限度 有限度 沒力 有限度